自冷战结束之后 五甲大楼就定期将精力放在开发可操作的高超音速武器上 直到推进力控制离合担任性等技术障碍被证明令人畏惧时才回避 几十年来 美国及其对手和世界上兴起的各大国一直垂涎以超音速飞行的导弹 通常定义为5马赫至20马赫 因此另一类常规武器毫无疑问就是高超音速武器 美中俄三国在高超音速武器上的研究战略目标都不相同 众所周知 美俄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起步早 美国希望研制出高超音速飞行器 而俄罗斯却一直将目标放置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 虽然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起步较晚 但依然不落后于他们 美国十几年前就开始研制X-51A高超音速飞行器项目 该项目一个核心就是发动机 虽说美国是世界上发动机技术最发达的国家没有之一 但高超音速发动机的研制难度可谓是比登天还难 喷气式发动机工作原理 不同于涡扇和冲压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高超音速发动机就是更加一个层次 这也就是美国经过了十几年研究的高超音速飞行器 依然还在研究当中 近年来美国总统多次对外宣布 美军拥有高达17马赫的高超音速武器 并称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是窃取美国技术 事实上对于美国拥有17马赫的高超音速武器 世界上并没有太多的意外 因为俄罗斯早已推出了拥有20马赫的先锋高超音速导弹 对于俄罗斯窃取美国高超音速技术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笑话 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领先于世界 这点美国都难以比肩 西海陆空部队都已服役了高超音速武器 极陆机先锋弹道导弹 空军战机可携挂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海军舰艇发射的高10高超音速导弹 要是俄罗斯窃取美国技术 为什么美国现在都还没装备更加先进的高超音速武器呢 与以发动机为核心的美国相比 中国也在研究高超音速飞行器 氮气核心是制造一种足以平缓的弹体 通过空气动力学 依靠发动机产生激波来推动 今年1月份 在我国西北的高空气型无人飞行器与火箭分离成功 也代表着我国高超音速飞行器试验成功 星空2号 高超音速飞行器的速度是6马赫 即6倍音速 它在平流层中旋转 依靠激波飞行 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和美国所走的路线是完全不同的 这又等于说 自由式游泳需要依靠自身发力 洋勇可以顺从波纹 减少力量输出 对于这一问题 美国仍在研究 而中国已传来好消息 首飞成功 相信大家对美国所说的地表最强武器的猜想 肯定与军事专家曹卫东所分享的想法都不相同 毕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所谓当前最强武器都在不断更新 激光武器 电子武器 生物武器 气象武器 甚至等离子武器都在不断涌现 所谓的地面最强武器 或许美俄所说的都不一样 因为专流目标不同 所研发的武器当然也不一样 当然 这也揭示了一个重要信息 美俄在他们所谓的地面最强武器中 都占据了世界武器之手 假如真的只是核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 那么中国也有 尽管起步较晚 但中国早就在高超音速或核武器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长期储存清淡的国家 在美国无法攻克的超音速飞机项目中 中国也进行了事业 并且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因此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持对中国的信心 中国不会比他们差 甚至会做得更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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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渐渐就会所谓的 平台武器